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了七一就标志着暑假就会来到 今个星期三的立法会大会是今个会期的最后一次 政府之前就说会在暑假期间提交政改报告书 政改就关注报告书会不会在今个星期三的大会上公布呢 上个星期三的大会其实是留了会的 很多的议程都没办法处理 要留下今个星期去讨论 在最后一次的大会上 各个事务委员会的主席也要轮流提交报告 十几个口头报告一般来说已经要用整两个小时了 去年启动政改咨询的时候 林郑月娥就选择在立法会的大会上 临时加插议程用宣读声明的形式公布 用这种方式的话 在立法会的议程上面会排在议员质询之后 但就会在法案的首读和二读之前 最受影响的当然就是双倍印花税的法案 法案现在已经有十几项修订了 预计最少要审两天才能够办 虽然秘书处已经预留了下个星期一和星期二 作为大会的开会时间 但要完成三读双倍印花税都可以说是有点难度了 如果再加上要宣读政改报告 正常的情况都要用两个小时的话 一旦在议会外面有抗争和发文拉布的话 想通过双倍印花税的机会就更加渺茫 既经考虑之后 林郑月娥都决定换个方式公布咨询结果 正常的情况就是去立法会的内会 开个特别会议介绍 这个做法都比较符合这个宣制惯例 但由于内会涉及全部的议员 要通传的难度比较高 所以都可以换个比较低门栏的方式 就是去政制事务委员会公布 虽然7月21日 其实还有一个政制事务委员会 但由于议程都排到几满 例如要谈谈国务院的白皮书 政府有可能会要求召开一个特别的会议 来公布这个政改报告 政府在财委会上可以说是寸步不让 坚决拒绝给新界东北前期撥款抽起 宣示行政主导 但在政改问题上 要让路给民生政策优先 不可以硬碰硬 就是比较理性和务实的做法 至于梁振英的心肝宝贝 即是创新及科技局 消息指 撥款申请就是排在财委会议程第44 相信在暑假之前要通过 机会都是非常渺茫的 即使星期三的大会 能够通过了改变职能的决议案 新局都不可能在短期之内成立 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